Hello,大家好,这里是Sky电脑解说 本期视频开始,为大家介绍PYQT的一些入门级的视频 我们尽量把视频控制在10分钟左右 然后主要介绍的内容涵盖PYQT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组件 窗口还有布局等等的这些较常用的功能 让大家对PYQT有一个入门级的这样一个认识 我们主要是基于PYQTfile来做的 当然大家这个代码可以基本上不用改 也可以适用一下PYSIDE还有PYQT的其他版本 PYQT是基于图形框架QTfile的一个Python的语言实现 由一系列的Python模块来构成 然后它同时是一个跨平台的 它所写的这个GY的这个程序可以运行在所有的主流的这个操作系统上面 包括Windows Linux还有MacOS 那么本节窗口就简单的实现一个窗口的一个呈现 这个窗口会包括修改这个窗口的一个在屏幕上呈现的位置 窗口的大小还有窗口的一个还有窗口的标题的更改 以及窗口背景颜色的这个设置 首先我们在编辑器里还导入相应的模块 我们从PYQTfile 里面我们导入两个模块 一个叫做QueueMember 它叫做QueueApplication 这两个模块 然后我们再导入一个SYS这个模块 就是Python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模块 我们只用这三个模块就可以了 然后首先冲击一个类 然后类的名字我们叫做MyWindows 那大家可以起其他名字啊 这个关系不大 那么MAR 我们这个定一个函数 类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函数 我们叫做SYS 我们首先要穿进这个窗口 用MyWindows 这个窗口 然后我们再设置这个窗口 在屏幕上显示的位置 还有窗口的一个大小 我们用这样一个函数 7.min.set GOMETY 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窗口的左上角 在屏幕的这个横坐标 第二个窗口是这个 第二个参数是窗口的 左上角在屏幕上的一个重坐标 我们屏幕上的红坐标 设置为这个100吧 中坐标 中坐标设置为200 这是这个窗口在屏幕上显示的一个位置 第三个参数是这个窗口的宽 我们设置为500 然后第四个参数是这个窗口的一个高 我们设置为400 就可以 我们再更改一下这个窗口的名字 我们设置为100 Title 然后我们设置 Window Title 就可以了 我们里面设置一个title的名字 我们写这个test 名字吧 就随便设一个 我们再 来更改一下这个窗口的一个背景颜色 设置 设置 SET STYLE SHEET 那里面有一个BACKGROUND Color就背景色的意思 我们用RGBA 这是一个带透明度的RGB的颜色 我们随便输入个吧 比如说10 160 150 透明度设置为100 后面加个分号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RGB 也可以RGB 这样就去掉 用RGBA的话 就只有RGB三个颜色 就去掉后面的透明度也可以 我们再将窗口呈现一下 OK就可以了 我们在调用刚刚创建了这个类 我们用一幅内容 都是双向化线 等于也是双向化线 大家有的 可能在一些程序中看到这句话 不太清楚这句话的一个作用 这句话的一个作用主要是 如果我们这个文件 就是本身这个文件运行的话 这个文件单独运行的话 就只执行我们这个一幅内幕 等于MAN下面的代码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文件作为一个类 或者一个帮 就导入到其他文件中 也就是说运行的是其他文件 但是你在其他文件中 导入我们这个文件的话 那么这个IF 内幕对于MAN下面的这个内容 就不运行了 就这样的作用 另外我们在就测试的时候 还会写上这一句哈 方便来进行一些测试 我们用APP等于QApplication 先执这样 这句话呢 是我们创建所有的这个Qt应用 必须要加到一句话 必须要有了一句话 它的一个主要作用 这个QApplication的一个主要作用哈 就是管理GUI程序的一个控制流 对于用Qt写的任何的GUI应用程序 不管我们这个应用程序有或者没有 或者有多少个这个窗口啊 我们尤其只有一个这个QApplication 这也一个对象 就必须要有这样一句话 QApplication 那我们在那个实例化这个window内 我们刚创建这个内 OK 然后我们还有一句 这句话 这句话也是我们创建的 在所有的这个Qt的GUI程序里面 必须有的一句话 会给大家来解释这句话的一个作用 我们先看里面这一句哈 这个APP点 EXEC下滑线 这一句哈 我们看这句其实就是这个QApplication的一个方法 对吧 就是这个QApplication的一个方法 它的一个主要作用 就是进入程序主行环 直到我们这个EXEC在一个推出这个被调用哈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只有这一句话 我们这个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它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你在退出的时候 就你在关闭这个GUI界面的时候 你这个进程其实是还是没有被推出的 所以我们一般要在前面再加上这样一句 SYS.EXIT 这样一句话 所以我们就关闭这个窗口的时候 我们这个进程也是一起推出的 嗯 那么来我们这个程序就写完了哈 主要三个功能 嗯 我们这个这个程序很简单 就是创建一个呃 门温度这样一个主窗口啊 然后设置这个主窗口 在屏幕上呈现的这个位置哈 我们屏幕上呈现是100 200 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主窗口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让我们修改了一下主窗口的一个title 也就是标题哈 然后我们又修改了这个主窗口的一个背景色 用的是这个啊 QSS 嗯 样式表 大家如果啊 清楚这个CSS 嗯 KCSS的语法是差不多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啊 我们这里有个问题啊 应该save点 问点修哈 问点修 刚刚写的有问题 我们运行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窗口 嗯 它的一个呈现的位置哈 在屏幕上 横座标是100 重座标是200 这样一个 200 嗯 像素这样一个位置哈 然后窗口本身的大小 呃宽是500 然后高是400 那窗口的一个呃 title啊 也是被修改为 就test001 那窗口的背景颜色也是被修改了哈 嗯 那么可以比如说我们改一下啊 这个窗口在 这个窗口在 我们屏幕上的一个呈现的位置哈 我们给它重新修改一下 比如红座标改为 嗯 800 800 看一下 那窗口现在红座标呈现的位置 变成这里来了 然后同样的最后一句话哈 然后我们把它注释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窗口只是一闪而过 呃就 退出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 这样一个 在最后这一句话 呃 来保证 我们这个 QApplication哈 这个进入这个程序的一个主循环 嗯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会把这个代码贴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方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先根据我们这个 对照的我们这个视频哈 就一句一句的 来把我们这个代码撬一遍 一熟人生巧 嗯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及是了解我们最新更新的这个电脑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稍金 근데 ET 我